好 我們現在搭到私人海灘 其實就是在旁邊而已 大家不用五分鐘就到了 對 然後這裡就是不會有另外的遊客過來 你看這裡很好拍耶 私人海灘 哇 很漂亮耶 哇 這裡的光線也好美喔 你看這裡 嗚 這裡又海龜了 好大隻喔 那我們現在這邊可以點餐 渣拉是選一 然後主食是四選一這樣 然後主要是串燒還有海鮮 然後飲料是另外一邊的 在這裡 不包含喔 要錢 對 飲料不包含 然後它這裡有幾個座位區 然後還有海邊有位子 旁邊那邊就是他們在煮的地方 在這裡煮 我們點了前菜來了 前菜是什麼 有兩種 都是海類的啦 海哲鼻 對 這個是魚 你這是生魚嗎 看起來是喔 好 這魚好吃嗎 它有熟嗎 應該有熟的 熟的 熟的可是冷了 對 都冷冷的料理 不錯 好東西 看看這是我點的 海鮮跟肉類的組合 然後Merry點這個是 只有肉類的組合 看起來差不多 我吃嗎 嗯 不錯 還要抱小猴子耶 它跟行李在一起耶 剛剛我們吃飯吃到一半 有一組人的飯被猴子拿走了 誰 那個猴子跳到桌上啊 然後就拿他的飯 對 他就拿走了 有一隻猴子莫名的兇 現在工作人員 在趕那隻猴子 剛剛那個猴子還去那邊 然後去翻別人的包包 就這樣 對啊 他還去翻別人的包包耶 像抽籠子一樣的 可怕 我們現在在參加他們這邊的海龜導覽 然後他就在跟我們說 這是海龜他們是什麼原因 來這邊做富裕的 那大多呢 都是被船撞到的 這隻呢 他有幾個月沒有吃飯 這隻已經來三年了 富裕完之後應該就會把它放回去 後來的回復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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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沒有想要去 就要回家 應該要回家 對 從來的回復後 最後的回復後 我們要去這裡 這就是為何要去的 因為這裡很難的 這就是我們每天都去過六個月 我們要去到六個月 我們現在要去過六個月 我們要去過六個月 但是我們要去過六個月 那我們現在看完海龜的島嵐了 等一下我們要回去resort那邊 就三點的時候有另外一個活動 你看我搭這個船可以放這個水壺在這邊 然後這邊有一個百寶袋 可以放東西 好那我們現在來鴻鷹的河雅琴的活動 然後我們兩個兩個一組 欸果然外國人滑的比較快 你看 他們滑的超快的 然後我們現在要去叢林了 看起來我們是邀請河谷樹林的發香囉 好熱啊 這裡這裡越來越來越酷 好可愛 好可愛 好酷喔 好有趣喔 好酷喔 哇這也需要很好吃 我們現在進來這個樹林裡面 超酷的耶 對 可是這裡啊 就是很容易被那個樹枝給卡住 所以大家都要很小心 而且這裡的水比較沾 而且這裡的水比較沾 有沒有藏筆 有沒有藏筆 有沒有大彎喔 對啊 對啊 我们的热带雨淋导来到这里 我们现在慢慢的滑回去 然后它刚刚导来的时候 跟我们说在前段中段跟后段 都有不同种类的果实 我们刚刚滑过来的时候没有仔细看 那我们现在滑回去的时候再仔细看看 然后它是那个种类啊 好的种类的存活 就是很难得到 所以要很珍惜 然后也要很珍惜这个环境 因为是我们人类需要这块树林 不是不确定需要我们 它说这块树林带给我们许多的氧气 让我们可以活在这个世界上 你看这里就有水滴仔 这里有新长的水滴仔 出来了 好了我们现在滑完了 滑出来到海边这边 大家都滑得飞快 对不对 大家都觉得很好吃 今天晚餐呢 我们再来吃这间buffet的餐厅 然后我看它每一天的食物 今天跟昨天的食物是不一样的 有换 有新东西 对 赞 有换东西就是赞了 虾子沙拉 然后这边你看 今天有这个像buffet 昨天他们在闻的那个 这是什么面啊 冬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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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这边是烤肉 然后今天换冬阳 对 赞 对啊 然后这边 这边还有牛排 哇这牛排 弄得不错 开动 因为很多不一样的菜色 所以我又拿了很多 所以啊 所以我们刚刚吃饭前呢 要先去运动一下 我们第一天来的时候还想说 那我们三天都吃这个会不会吃你 结果还好才会换菜色 赞 那可憐 好 早安 好 现在是八点 我们来一下他们下面这个spa village这里 上瑜伽课 这个spa village 离我们住的地方好近啊 对 就转二点 下来而已就到了 然后有住在另外一区的 他们就可能会走比较远 对 昨天有朋友跟我们推荐说 来这里一定要住你们家 所以我们就来报名 反正想今天要睡久一点的 他们说觉得很棒 嗯 还得睡觉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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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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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在这边 我最近 fire chicken are more balanced if you like 我看 Mario 很多 こんにちは 好棒 很濃烈 然後我們第二天的午餐來泳池旁邊的這一間 就是它酒吧、Happy Hour 什麼地方在這裡的這一間 來這邊吃中餐 它這裡也是包含非常多飯店的前面 然後來這邊就有像是披薩、Sandwich、漢堡、Fish&Chips可以吃 可以點前菜啊,然後跟點心 這是我們點的沙滴、然後披薩、漢堡 然後等一下還會點心 對 好,那我們現在又來 來,滑獨木舟了 然後它這邊可以借獨木舟或者是SUB 然後第一個小時不用錢 所以我們就可以在這一個他們的範圍這邊滑 然後其實在它這個範圍裡面滑 就可以看到很多的魚在下面了 前面就有珊瑚礁群 它們就是滑出來 然後自己在呼吸管就可以了 魚媽 好玩嗎? 好玩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我们今天要准备来离开我们住的地方了 对 那你说说看这地方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这也很棒 就是整个岛都是他们的 然后吃啊什么的都不用出去很方便 而且它就是离海边也很近 就是你一走下去就有看到就可以有海 而且它有很多的活动可以玩 真的,像是那边就是住的地方 然后再来是泳池、沙滩 这边呢就可以看到珊瑚礁 然后就可以浮潜,我觉得很棒 然后还可以看到浮游 所以我在这里就直接走下去就看到风雨咯 对,没错 而且这水就这样这么清澈 超漂亮 我们昨天就在聊啊 聊说之前呢最喜欢的一个岛是长山岛 然后我的话呢 就是以综合来讲的话 我会比较喜欢这边 因为这边的交通比较方便 这边交通真的很方便 可是我觉得长山岛在逛的东西比较多 它不会只是局限在这个一个饭店里面的设施而已 它可以还有外面的逛的这样 对,两种不同的元素 我觉得这里也非常棒 那这里就是可以太多活动让你玩的 你可以选择要玩或不玩 或者是加钱去玩别的也可以 综合来说我是真的蛮喜欢这边 因为它搭飞机很快就到了 然后就搭个船15分钟就到了 很方便 然后又不用钱挣,超棒的 这里唯一的一个缺点呢就是 我觉得它的buffet呢可能就是吃两餐就差不多了 第三餐会不好吃 对,我们昨天晚上吃的就还好而已 对,可是早餐都是差不多 我也都是选那些啦 嗯,不过我还是真的蛮喜欢这个地方的 对,而且这里很适合 很喜欢潜水的人来玩喔 跳桌表他们去另外一个跳岛浮潜 就是静静的就可以看到鲨鱼 就可以看到很多种海洋生物 那我们等一下呢要回到雅壁那边去 然后要去逛个假日市集 只有礼拜天才有的市集喔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沙巴的假日市集 那这个假日市集只有礼拜天才有喔 那我们刚好这次有遇到礼拜天 对,然后它只有开到了下午一点 所以要来这边逛的话要注意一下时间 我们现在就是在他们最主要的那一条路 Vaya Street Yvonne Laza就在那边 吃饭的地方就在旁边 来,我们在这个加雅市集旁边 有这间全万新肉包 来这边坐一下 网路上也蛮多人推荐的 有推荐也不推荐 它这边就是卖一些包子啊 然后卖一些港点那种 对,有港点 虽然有些人说 这包子跟台湾的就是差不多 但是这也是蛮特别的东西 这是它的菜单 这间我觉得蛮适合 逛街太热了 然后太累了想要吃点小东西的话 可以来吃很多 对 这个饮料 嗯 奶油吧 不过啊 奶油豆沙 就是个适合来吃小一点新的地方 那我们接下来呢 逛完早上的假日市集之后呢 我们现在要来他们这里的一个最大的超市点 所见十威超市 所以感觉就有很多东西可以买回去当贩售 对,这就类似我们在逛些加热服啊 BIGC啊 这种地方 所以要来买的话 十威超市 比我们刚刚那条Guyest Tree也是非常近 但我们四个人 然后因为太热了 所以我们就搭汽车过来 真的太热了太热了 太热了太热了 而且韓文耶 你看这里买东西呢 它就是免税哦 然后要买马来西亚特产 就都在这里买就可以了 哇 这里的人不会像BIGC那么多耶 BIGC超爆多 我们今天离开那个岛之前呢 还在想说 会不会 用不完我们的马力 对 结果来超市一趟 就用了差不多马力了 剩下七块 好香 好买耶 怎么会这么好买 可是我们也没买很多啊 有啊 你买你爱的东西啊 对 我买了打野价 还有美露 冠完街 所以之后呢 我们来吃这间幼稽肉骨茶 刚刚我们逛超市的老板娘呢 跟我们推荐 她说这间的味道有比较不一样 我们来吃吃看 我觉得这间也不错 这间呢 胡椒的味道比较重一点 比较有一点小辣的感觉 然后它这间 就是没有一些干潮的肉骨茶 然后天地有西装 没有干潮的 这间是比较多肉骨茶的口味 像是有猪肝 有排骨 有猪茶 肉丸 酥肚 这一种的肉骨茶的口味 两间都不错 两间都有她自己的特色 我用了一点酱汁 老板娘把我们弄了特斯酱 特斯酱 特斯酱 再加一层口味 再用一点汤 这是夜吃法 嗯 商业吃法 好特别的吃法 对啊 嗯 我最喜欢吃特别吃法的东西 可是我老板娘没跟我们讲 就不知道在吃法 嗯 好吃 变得不一样的味道 它在旁边烤不下去了 要不然拿一个小碟 去帮我们弄酱 好 最后一个晚上 我们住的是这间 阿露宝条 那我们会选这间饭店原因呢 是因为我们明天早上要搭很早的飞机 对 所以我们四点就要出门 所以我们选择在机场附近 对 机场就在旁边 搭车的话大概五分钟就到了 然后这边呢 离一个很有名的 观日落的一个海滩 也是很近 来到这边呢 也是可以去那边附近走走 那我们就先check in一下 然后等一下再去周边 看去哪里走走这样 好 这间饭店也是很新耶 对 我们这次住的呢 也是两间双人房 那它这边呢 有分 两间双人房的 然后也有三间双人房的 哇塞 这也太棒了吧 而且这好干净喔 那这里有一个大餐桌 这一间它两个都是view 有景观的房耶 好大的客厅喔 好大的厨房 还有电子 哇这房子也好赞喔 欸以后房子就照这样装潢就好了 哇主卧也有厕所耶 好赞喔 哇塞 两间都是海景房耶 好 好那接下来这个呢 就真的算是我们沙巴最后一个行程 最后一个景点 对这个就是沙巴的坦雅夜市 就在机场的旁边 也就在我们住的旁边 对很近很近 然后大家来这边呢就是来逛夜市 然后看日落这样子 很多人会来买东西 然后配着日落这样子 在这边其实真的是车子蛮多的 很塞喔 这个 这就是它的名称 Tanjung Alu Beach 哇这个夜市可以算是我们来到这边 逛到最干净的一个夜市了 好观光喔 对非常观光 讚 我喜欢这种 台湾炸鸡排 你看 台湾炸鸡排 真的耶 一模一样 好多炸物喔 然后你看 日落就在那边 你看 好练喔 超多人的 这个沙滩呢就叫做 丹隆雅鹿 丹隆雅鹿 很多人就是他们就买了东西 然后就坐在这边 看夕阳 玩水 浪漫喔 又是个长攀岛的最后一个晚上 我跟你们在做这种西 走去买东西吃 找了几家呢 有终于看到 有一间有在卖这种综合果汁的 小杯的是7块 中杯是12块 然后它有很多种不同的综合的 拿到我们的饮料了 三个建成 火龙果 芒果 跟Avocado 好漂亮喔 上面还有一些芒果果粒 是这样的 这一杯多少钱啊 中杯 12块 嗯 下面就是我的一味 还喝中水 芒果味 火龙果味 哇 好酷 好酷 好最后一个呢 我们来吃这个肯德基 肯德基在沙巴这边呢 被评选为A级的餐厅 就是非常干净 因为它的应用餐环境很好 就很卫生喔 没有冷气可以吹 对确实真的很舒服 然后来这边很多人会 推荐一些弊点的东西 像是咖喱饭 然后鸡球 然后我们今天没有看到那些东西 像是咖喱饭的 还是没有看到的 然后所以我们点了两个杂志 然后这个可能 其实有一个蛮特别的 就是我们这五个 一件事 提供在我们一起 在这边工作 然后他们也在这边教导大家 他们在这边教导自己的方式 熟虑 可以大家共同 对 蛮有意思的 蛮有意思的 你有听到吗 又在book拦禁了 好那我们现在回到饭店了 吃我们的肯德基 那你要不要说说看 这次玩起来 你最喜欢哪一个 然后还有最 觉得最不推荐的 最喜欢度假吞 因为我们在那边住了三天 我觉得就是很放松啊 然后发篮啊什么的 然后吃的又不用跑出去 另外找食物吃 然后三餐都可以在那边解决 真的很棒 对 然后海边海景也很好 然后看到的雨也很多 参加的活动也很多 那除了度假村之外 我觉得市区的饭店 我觉得都还算不错 一个人就大概700块而已 然后就是住很棒的饭店 然后可以去市区的几个景点 然后吃吃这个马来西亚风味的东西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对 然后这边还是有点太热的东西 很怕坏掉 所以街上的食物 我们没有很多都很敢吃 像是我们第一个晚上吃的 那个海鲜的话呢 我觉得如果说真的肠胃 比较不好的话呢 就千万不要去尝试 想要吃海鲜的话 宁可去吃海鲜餐厅的 那边的海鲜餐厅 海鲜就都是活的 这样子 嗯哼 那沙巴我是觉得蛮推荐来的 因为它机票不贵 然后又不用签证 然后来到这边当地的住宿也不贵 然后四个人来的话呢 我们搭交通 我们都搭Grab 也是很便宜 我们这次用的网路卡是eSIM 然后下面资讯有链接喔 eSIM我目前是用起来 我觉得蛮方便 蛮习惯的 就是它设定也是蛮容易的 然后也不用换SIM卡 也是蛮快的 不用换SIM卡很容易 那我们明天早上 要搭很早的飞机回台湾 我们这次影片就到这里啦 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按赞分享订阅 开启小铃铛喔 晚安 拜拜